欢迎来啦,我是专马 前不久,一个韩国新闻上了热搜 男人尾随着疑似醉酒女子回家 想要趁着女孩关门时强行闯入家中 幸好这位姑娘及时关上了家门 并且赶紧报警 一旦这门晚一秒关上 想想都恐怖 在类似的安全问题上 女孩总是相对弱势 独居女孩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怎么样都是好的 今天就来看一个比新闻还恐怖变态的事件 猛锁 深夜,女孩独自回家 她一路都很小心 感觉后面有人跟着 就放满脚步等着对方先过去 听到楼道有声音 就先观察四周情况 才开门 女孩进屋后 发现家里停电 她用手机照射四周 似乎没什么问题 可刚缓了一口气 一个黑影就扑了上来 随着门把手不断地晃动 女孩恐怕凶多吉少了 镜头一转 一对恋人相拥而眠 闹钟响起 男主人起身离开 临走时还跟女主美姐提了提被子 一副恩爱模样 美姐起床后脑袋有些不太舒服 环顾四周 屋里的晾衣架上挂着男尸内裤 门口放着一双男尸皮鞋 但美姐在刷牙的时候 却只摆了一套牙具 男主人不刷牙的吗 美姐在昏昏沉沉中工作了一天 回到家里刚要睡觉 门把手忽然聚烈晃动 似乎是有人想破门而入 美姐赶紧报警 但警察来了之后并没有放在心上 说是对方没有进入家中 不能把这件事当作案件受理 当天夜里 直到美姐睡着 男主人才回来 爱抚过后 两人再次睡在一起 美姐被昨天的事情吓坏了 第二天一早就找中介换房子 但是最近租金上涨 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她和同事短发妹在闲聊中 聊起了这件事 短发妹说要不换个指纹锁 求个福 或者干脆找个人嫁了 美姐说我能嫁给谁呢 哎 前面真的不是我做梦看错了 美姐那个同事的男朋友 怎么好像蒸发了 美姐是银行的合同工 这天做业务遇到一个木工客人 她发现木匠和自己住的很近 近来有转正机会 美姐就想试试掏个近乎拉点业务 但看到木工存款不多 也就作罢了 敏感的木工觉得自己被看扁了 在营业厅里闹了起来 还非要美姐跟自己去喝咖啡 幸好客帐及时结尾 美姐才摆脱了木匠的纠缠 晚上 美姐照常洗漱睡觉 等美姐入睡了 床底下 爬出了一个男人 男人用迷药确保美姐熟睡以后 用美姐的物品洗澡刷牙 盯上闹钟 然后抱着美姐睡去 原来 房间里每天晚上的相拥而眠 并不是情侣之间的相亲相爱 而是一次次令人作呕的犯罪 床下藏个人 这真的可以让人毛骨悚然好几天 还好我睡的是地板 第二天夜里 美姐下班后遇到了木匠 木匠明显故意搞事情 又是科长开车过来解围 还把他送回了家 公司里 早就有科长喜欢美姐的常温 美姐刚回屋里 科长就敲响了门 原来他把钱包落在了车里 正好屋里停电了 科长就自然地进了屋说要帮忙 寒暄几句之后 美姐忽然惊醒 如果门排号啊 科长莫不是之前的跟踪狂 美姐打着买咖啡的幌子 跑出门报了警 当他带着警察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科长被勒死在了自家门口 通过简单的调查 原来科长是通过楼下门卫 得知美姐防号的 而美姐屋里有打斗痕挤 加上他摆放的各种男士衣物 警察反过来 怀疑美姐连同同居人杀死科长 在洋庄报警 每部惊悚片都有一个无能的警察 不论美姐如何解释自己独居 是为了自我保护才假装家里有男人的 警方都不相信 不过他们也没找到什么证据 过了拘留时间 美姐还是被释放了 科长的死 让美姐在公司也被排挤 最终丢了工作 她干脆把全部经理 放在了寻找这个嫌疑犯上面 美姐先找到门卫 想看楼层监控录像 才知道走廊里的摄像头都是模型 美姐又在家里打扫 想要找到些蛛丝马迹 她在角落发现了一个电子钥匙 这和自家大门是同款的 美姐干脆挨家挨户的刷锁试验 最后竟然打开了自己楼上的701号房 屋里似乎很久没有居住痕迹了 而这儿其实就是电影开头女孩的家 发现女孩是之前工作银行的客户 美姐找短发妹帮忙 两人一起调查女孩 两人轮流给女孩打电话发信息 都没有回应 短发妹利用银行权限 调出了女孩的刷卡记录 他们发现 女孩的银行卡一直有在使用 每天都到同一个便利店 消费3200块钱 购买时间也是固定的 于是两人决定去便利店顿手 一点整 一个女人在收银台结账 她买了一罐蔬菜粥 刚好3200元 两人怀疑这就是女孩 赶紧跟上 女人在风插路口消失了 两人只能分开行动 短发妹先找到了女人 可似乎她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女孩 而此时 一个人的美姐陷入了困境 美姐在路上遇到一只猫 在吃蔬菜粥 吃完后跑到了一个院子中 她跟着走了进去 上面有个密码锁 美姐试了几次之后 竟然用自己家的密码打开了房门 在这里 她看到了被锯了腿的女孩 美姐正要报警 一个男人走进了屋里 美姐只能先躲起来 这个男人说 她已经有了另一个心爱的姑娘 于是杀死了女孩 趁着男人肢解女孩的时候 美姐逃跑了 匆忙中 却把手机拉在了房间 男人发现了不对劲 紧紧追赶 就在这个男人要抓到美姐时 短发妹大声呼救 一辆路过的警车停了下来 男人不得不逃跑 后来警方去到美姐说的肢解屋调查时 却什么都没找到 但美姐坚持 这人就是撒扰自己 杀害科长的凶手 美姐只记得 男人手上戴着一款老实手表 此时女孩尸体在垃圾堆被找到 她手上拿着美姐的名片 似乎就是美姐之前给木匠的那张 木匠成了最大嫌疑人 她刚巧也戴着一款老实手表 木匠被查出有施暴前科 并且在没人告诉的情况下 一眼就看出了女孩的死法 虽然在解释说 是由于职业关系 可惜的是警察最终也没有找到 能指证木匠的证据 时效一到 她又被放了出来 美姐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果断搬了家 可木匠一出警局就去威胁门卫 要到了美姐搬家公司的电话 表示要报复美姐 这天美姐收到一份快递 她丢在案发现场的手机被送了回来 里面还有一些被偷拍的自己睡觉的照片 此刻短发妹打来电话 但电话那头不是短发妹 而是一个戴口罩的男人 她把手机摆好位置 就躲到了一个房间 没多长时间 短发妹像以往一样 懒洋洋的回到家里 等美姐赶到同事住处的时候 却在门口遇到了要袭击自己的木匠 幸好她来的时候也报了警 警察及时赶到抓住了木匠 可令人绝望的是 短发妹的双腿已经被拒断了 好在发现及时 短发妹抢救了过来 警察表示 只要句子上的DNA与木匠的一致 木匠犯罪事实就成立 美姐从此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为了对上次放掉木匠表示歉意 警察送给了美姐一个家用摄像头 美姐把这个摄像头放到了高处 能看清门口和床 以防再有万一出现 这天晚上 在便利店买东西时 她遇到了原来住处的门卫 两人寒暄几句后 美姐忽然发现 门卫买了3200块的蔬菜粥 看到她手上的老式手表 美姐惊出一身冷汗 这段时间的事情 让美姐的敏感值被调到了最高 她赶紧跑回家里 美姐刚锁好房门 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说检查出来的DNA和木匠不一样 他们不得不把木匠又放了出来 但木匠刚被放出来 就被杀了 这就是说 真正的凶手另有他人 美姐在家里坐如针毡 她忽然看到 桌上放了一盒蔬菜粥 这是怎么回事 美姐想起了家庭摄像头 在查看时发现 那个门卫赶在美姐回来之前 钻到了床底下 此后一直没有出来 美姐颤抖的双腿 让床下的门卫发现了异常 她跑出来制服了美姐 美姐醒来时 已经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坐在对面的门卫一脸关心 门卫说 为了让美姐尽快适应这里 还刻意带来了美姐的被子 当美姐问她 为什么这么对自己的时候 门卫竟然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喜欢一个人 哪有什么理由呢 啊呸 门卫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沉浸在自以为的爱情中 而科长和木匠 也是被她列为情敌 才杀死的 当门卫发现 美姐露出了恐惧和厌恶的眼神 她只是简单的以为 美姐看不起自己兽医出生 兽医出生 也解释了她为什么懂得知姐 她的住处附近 为什么会出现猫咪 随后 美姐趁着与门卫对话 假装咳嗽 用针头刺伤了门卫 匆忙跑了出去 可是当她跑到一楼时才发现 自己身处一栋废弃大楼 要命的是 主要门口和窗户都被封死 于是 只能躲到一个房间里 希望逃过这一劫 与此同时 警察也终于在调查中 发现了门卫不对劲 在木匠死后 门卫就辞职不干 而且她之前从事工作的地方 也总有命案发生 警察根据她曾经工作的地方 前往一个废弃的酒店 就在门卫拎着斧子 要进入梅姐躲着的房间时 警察终于赶到 只不过 毫无悬念地 被门卫反杀了 门卫重新抓住了梅姐 想砍了她的腿 两人一起在这里待下去 梅姐终于在最后时刻 雄起了一把 她在挣扎中 把门卫的脑袋往上一推 正好推到一根长钉上 恶观满盈的门卫 终于死了 影片全程都在塑造一种无助感 片中的女孩明明挺有安全意识的 却还是逃不过 变态的魔招 不过这到底是一个 靠各种巧合和无能配角推动的故事 目的还是为了提醒我们 要有防范意识 片中也出现了不少 独居女孩自我保护的手段 比如走夜路流星四周 家中制造有同居人的假象 留意大门异常 请擦开门痕迹 请换密码 安装家用摄像头等等 学会保护自己 大部分的危险还是可以避免的 身为女孩没有错 不要害怕这个世界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请安多注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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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